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学生的难度相对来讲也加大了 为什么这样呢 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进入了七年级以后 那学校老师比如说从读写英文这块强调的重点是不一样了 如果说以前的时候七年级以前 孩子读得最多的是creative writing 是比较故事性的东西 那么现在希望我们在做阅读部分的时候 需要进行一个难度的提升 以前是一个fin reading 喜欢什么读什么 那现在就一定要加大字迹并且加难度 比如说举例子 以前的时候我们喜欢读的是short stories 简单的小短篇故事 那么现在同样的篇幅 可能您最好要养成一个读news的一个习惯 读一些杂志 报纸文章 读一些我们说相对消息 新闻有关的一些东西 同样的道理 如果以前我读的是一般的short story 那么现在我会建议大家 尽量转型到要读historic fiction 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 那一定的政治背景下 那么写的一个短篇的或长篇的故事 更有甚者如果心有余力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尽量 由以前的teen literature 转换成我们要读classic literature 叫经典文学 说白了就是名著 这是整个阅读部分 希望大家进行了一个过渡 同样的写作也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青年级以前 学校老师留的assignment也是 或者自己在家里面参加补课班等等 学的更多的应该是creative writing 怎么去写一个继续文的小故事的话 那么到了青年级以后 孩子更多的是要锻炼自己的思辨能力 也就是我们要开始学习写作 写persuasive writing 类似于议论文这样的东西 但然而你发现一个问题呢 就是普遍的小孩子一般不会讲理 我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 这是我上课的时候学生给我的灵感 那咱们看一看 这个讲理呢 就涉及到一个又是比较subtle 微妙的一个东西 它叫cohesion 叫前后的这个逻辑紧密性 这个紧密性其实日后 在孩子十年十一年级的时候 考SAT都是严格要考的 在文法部分 什么叫cohesion呢 举个例子 我说两句话 咱们看看在逻辑上成不成道理 是否make sense 第一句话我说 Kate年龄大了 第二句话我说 Kate没有男朋友 Kate年龄大了 Kate没有男朋友 您觉得这两句都在一起成不成 这个时候呢 我的学生就跟我说 说不行啊 因为我知道 在写议论文的时候呢 中间要加linker 要加连接词 所以说 老师能不能改成叫 Kate年纪大了 逗号 So Kate没有男朋友 这样行不行呢 也不行 这在咱们的persuasive writing里面 也算是一个失败的举例 cohesion非常差 那应该怎么去解释 那应该怎么去解释 他cohesion呢 比如说可以改写成 Kate年龄大了 那么你看 比他年龄大的男性呢 一般已婚 比他年龄小的男孩子呢 一般来讲喜欢比自己更小的女生 因此 Kate没有男朋友 完美 这就是一个最棒的说理举例 这是一个百分之百 满分的cohesion 意思就是 您在讲一个道理的时候 那句跟句之间 要有咬合的环节 让你的读者读起来 觉得你的flow非常棒 且easy to follow up 完全不用自己动脑去思考 所以 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说理 这也是我们所强调 不管你参加一些兴趣班 比如是public speaking 或者你去参加leadership 或者你去跟别人去参加debate class 都需要练习的一个 cohesion在里面 这是我们从一升入七年级之后 您写作persuasive writing的一个锻炼重点 就是你的cohesion 好 那么在这个阶段呢 其实有的孩子仍旧 希望准备 从七年级开始 是个最好的一个年龄 去准备申请九年级 如果您有志去进私校的话 准备SACT 准备它的upper level 也是很棒的一个阶段 那关于之前SACT的备考 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一些 今天就不追溯了 好 谢谢